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今天吉尔泽海滩凶杀专案组 请求广大群众的帮助 来辨认一据发现于2011年11月 抱歉 2011年4月4日发现的受害人遗体 受害人为亚裔男性 有可能来自中国南方 有可能为汉族 警方认为受害人的受害时间 大约在2014年或者之前 该名受害人怀疑被对起暴力极大致死 遇害时的年龄大约在17岁到23岁之间 遗体被发现时有穿着女性途装 我们不予广大的华人群众 能够帮助警方一起辨认这名照片的受害人 以及受害人身上的义务残留 如果在您认识的人当中 有2006年或者之前的试验人员 并且与照片上的受害人样貌相似 或者是服装相同的话 请务必与服务群的警察就联系 我们有提供这种服务 受害人遇害时的孩子是青少年 在这里我们能为广大的华人群众 能够积极地在亲友和社区之中 传播我们所提供的信息 以便我们可以早日识认这位受害人的身份和信息 给受害人的同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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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